幼稚园新来了一个帅气的学长 没想到妮妮居然叛变去了玫瑰班 不料最后被气成这样 那个人算什么吗 跟你人的品味这么差 让我太失望了 那么这位新来的学长到底喜欢谁呢 这天在幼稚园 妮妮沉着连吐槽最近的超真实扮家家酒 一点也不真实 看着一旁四小只的那傻样 妮妮抱怨没有人适合担任她老公的角色 配得上她的男生要长得帅又很聪明 而且还要温柔体贴又多精 说完眼前就出现了一位帅气的男孩 妮妮瞬间压麻呆住 连手帕都飞掉了 只见男孩一跃而起拿回手帕地给妮妮 说着就问松板老师在哪里 妮妮赶忙带路 开心的连走路都飘着的 这把后面的几小只都看傻眼了 原来这位男孩叫小祥 他是松板老师在幼稚园第一次接手班级的小朋友 他早已毕业 因为父亲在美国工作 所以也跟着去到那边上学 看着眼前的帅气男孩 妮妮已经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就这样到了上课时间 妮妮直接跟着小祥一起来到玫瑰班上课 松板老师很不解询问妮妮是不是走错教舍 没想到妮妮居然开始叛变 忍不住吐槽向日葵班 说着高贵华丽的玫瑰才适合自己的形象 如果妮妮这么想的话 一定就是这样吧 就是 随后妮妮很不情愿被吉永老师给带回去 接着妮妮告知吉永老师 他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班级 吉永老师端上黏土就让他别吹嘘了 到了午饭时间 妮妮兴奋地把小祥拉过来一起共进午餐 很复杂的味道 不太健康哦 这时松板老师过来表示小祥的便当园长已经准备好了 让妮妮不用操心 你希望小祥可以尽早习惯我们家的调味吗 很复杂的味道 习惯起来很累人哦 课间吉小芝在谈论小祥真的很帅 封坚表示如果自己是女生的话也会爱上他 就在这时妮妮突然跑过来 几人吓得背后发凉 不想玩半家家酒来浪费我们的时间 这是方建说的 在小新的助攻下 气氛突然变得更加恐怖 本以为妮妮会当场发飙 结果她只是过来询问有没有看到小祥而已 几人吓得直摇头说没有 好真心哦 那个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紧接着几人过去向松板老师打听情况 得知小祥明天就不来幼稚园 因为他早就毕业了 几人一脸失望 他们多么希望小祥一直在 这样以后就不会被迫玩半家家酒 而且因为风筋已经喜欢上小祥了 并没有了 随后小祥向大家展示倒挂掉担当 几人连连拍手叫好 小祥表示自己刚进幼稚园也不会 最后是松板老师教会她的 用力把脚往地上一蹲 手臂用力拉上去 我会了 此时的小祥露出和妮妮一样的眼神 接着小祥就来找松板老师谈话 吞吞吐吐几句却蹦不出一个字来 看到小祥那娇羞的样子 几人懂了 原来小祥是喜欢上了松板老师 两万初恋 不料这一怒恰好被妮妮给撞见了 你冷静一点了 那个人算什么吗 对女人的品味这么差 让我太失望了